长生不老一直是人们的追求 在中国的历史上 连秦始皇和武帝这样强大的帝王 也不能免俗地想要追求长寿 全人类上到皇帝下至平民百姓 都研究了长寿几千年 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发现 人类长寿最为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膳食平衡以及运动 通过个性化科学食疗 调整膳食平衡是长寿的最佳方法 当然还有适宜的运动 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 不过也有很多百岁寿星 因为身体状况良好 再加上各种原因 导致即使他拥有很多不良习惯 却也可以保持长寿 抗战老兵爱抽烟 大块吃肉活了一百一十二岁 网友长寿秘诀打脸专家 这位老人名叫黄胜庸 他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 并且连续在战壕里 持续三十三天时间作战 因为战场上物资缺乏 他甚至经历过长时间不吃饭 不喝水 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十分不规律了 但是现如今的黄胜庸老人 却高达一百一十二岁 他声称 自己其实没有什么长寿秘诀 每天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他的长寿秘诀 应该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面对生活 那你今年多大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卡着